第十年 真的假的 坊间竟然有这样的流言 是 这不小事一桩吗 区区小事 何必要搞得谣言四起 人心不安哪 给我去 快点把太子召来 诺 太子父 太子父 太子正忙着 请您直播 去告诉太子 就说城脚病了 连日来高烧不退 让这妖间父亲 请太子波荣相见 太子已派医师会诊 可是我现在就想见他 请您见谅 怎么会这样 昨日的膳食 到底是谁负责的 他们说王孙身份贵胄 要单独设习 我特意叮嘱过 郑儿不碰水琴 可是现在 郑儿浑身红斑 呼吸不畅 摆明了他们没有听我的话 昨日的膳食 到底是谁在负责 昨日的膳食 是我负责 不过全膳照 你提供的食谱烹饪 绝无饭机之物 那郑儿为什么会病 病 天哪 这分明是疫针 胡说八道 郑儿如此是饮食不当造成的 哪来的疫针 高烧 浑身新红色皮疹 这不是疫针又是什么 这可是要传染的 必须立刻送去医人所 医人所是传染病人 才会送去的地方 你要将王孙送去那儿 到底想干什么 错了 不只是王孙要去 你们都得去 都女官 这是华阳王后的意思吗 赵姬可真是聪明人 一点就都 将我们和疫病人关押在一起 华阳摆明是要杀人 放肆 你敢 医秦律 繁育疫症 一律要迁入医人所 谁敢触犯律法 就要出于急刑 来人 把他们都押去医人所 诺 谁敢动手 你们要干什么 放手 放手 放开我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们 马车已经备好了 请吧 诊议诊议 不止如何断议 秦国的律法 何时变得如此儿戏 你们抬的是太子疑似 秦国未来的继承人 竟无宫中一时诊治 又无秦王下令 我看你们谁敢对他动手 你们一个个都可以不要命 那你们的宗亲呢 就不怕全部连坐吗 我也只是奉命而行 王后之命 就可以凌驾于 整个大秦律法之上吗 那死于秦律之下的犯法宗亲 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还不赶紧把他们押上网车 快 不 不怕事后追究 你们大可一世 还不赶紧动手 太子驾到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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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hold 不怕 对不起 回来忘了 后来 我来接你们 回家 自宠 有人辱你的妻子 伤你的儿子 你做何处置 杖毙 你不能对奴婢这样 奴婢是保护的人 你不能这样 你太子别想 太子别想 郑儿 郑儿 即刻送王孙 回宫诊治 浩兰 我们回家 昊兰 赵儿山上的枕子 三天后便会褪去 小川 你要走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 你想要游历天下 四处行医 这些年 你一直跟我们在一块 是我们拖累了你 我从未当你和郑儿 是拖累啊 可你更想要海阔天空 自由自在 小川 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这是乱事 你别多管闲事 别乱发善心 就你这臭脾气 我怕你乱惹麻烦 我怕你 你一个女儿家 你又能去哪儿 小川 我舍不得你 和我一起入国 好了 谢谢你 谢谢你等我 小川 小川 不管你去哪儿 你都要写信给我 写 一定写 小川 王后有令 请二位往华阳宫一续 来人 先送郑儿回去歇息 诺 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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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兰 敬古王后 果然端庄美丽 气质咸雅 怪不得子楚念念不忘 确实不俗 母亲 儿臣近日忙于政务 耽搁了盈归 才使得咸阳 闹得沸沸扬扬 父王近日狠狠地 训了儿臣一顿 吩咐儿臣 立刻将人接回 谁知刚到刑馆 便遇到了一名 胆大包天的公币 率众七龄 太子父和王孙 儿臣便顺手 将人处置 如何处置 自然是将其 仗毙了 母亲 这人 不会是母亲身边的人吧 自然不会 我又怎么会派人 刁难你们呢 儿臣料定母亲慈爱 断不会行此事 赵姬 是赵王所赠 虽然是妾 但是为你生了长子 回来也是理所应当 明天把孩子带来 让我也亲眼瞧瞧 母亲 浩兰是我的妻子 妻子 可行过妙剑之礼 当时我们远在赵谷 如何行妙剑之礼 婚姻不止关系到你们二人 更关系到家族的兴衰 新婚后要行妙剑之礼 得到祖宗神灵的庇佑 大秦宗室的认可 那才是真正的秦国太子之期 母亲 父王也认为 儿臣应该立浩兰为太子父 你父王 他是老糊涂了 赵姬 你久居于赵 宽宏大度 想必应该不会介意吧 对吗 气气不舒 判罚二甲事小 损伤名声势大 王后申谋远虑 该知道如今咸阳城的谣传吧 人人都说 秦国太子抛弃发妻 背信弃义 他将来是大秦的继承人 背负这样的名声 将来如何教化万民 气气之书也要官方登记 你们连父母都没有通报 算什么夫妻呀 王后不认我 没关系 但我为太子养育长子 独守八年 此事天下人皆知 只要天下人认我就好了 再退一步说 太子的政敌 认我是太子父 就逮着这一条污蔑殿下 攻劫王后劝子抛弃 那王后精心筹谋的一切 岂不是付诸东流 大胆 浩兰不敢 只是有些事 我可以退 但是我的儿子 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 便是为了他 浩兰也不敢退 请王后见谅 紫楚 你又怎么说呢 在儿臣心里 永远只认浩兰 这一个妻子 好 非常好 果然是口齿伶俐 聪慧过人 有你这样的人 在紫楚身边辅佐 我很是放心 夜深了 送太子父回去休息吧 多谢母亲 你都瞧见了 可恶 可恶至极 王后的脸色 可都记得发青了 祝可 王后 您说出为妾儿子 她的脸色 纹丝不变 这可是我生平仅见 最冷静的女人 区区一个赵国民父 竟然敢如此的硬气 王后啊 这世上所有的一切 未必都会依照您的心意进行 对不起 我刚才太生气了 出手太重了 你怎么也不躲一下呢 是不是很疼啊 不疼 相反 我还很高兴 你高兴什么 这些年 王后想要的一切都能得到 刚入宫的时候 你想要荣华富贵 于是 安国君便成了你的牵线木偶 现在 你想要真爱 一次次和我打赌 想要逼我臣服 现在 也终于有人让你撞上墙壁 待我冲了恶气 我怎能不开心 来人 把他给我钓到树上 你不是试过吗 我屈服过吗 你这样的女人 拥有天下最美丽的面孔 却有一副蛇蝎心肠 你永远得不到我的臣服 滚 都给我滚出去 天下 太子傅 太子傅 王后命我们众姐妹来向您行礼 迎候不周 请您见谅 夜深了 我一路住车劳断 实在是乏了 都回去歇着吧 浩岚 殿下 这是王后的意思 碧妾也是被人请过来的 既然行完礼了 就回去好好休息吧 不是说是个赵国乡下的村妇吗 瞧瞧那气派 那姿色 像是村妇吗 我早就听说了 这个可是出身名门 是赵国文明的美人 也是独居邯郸的时候 就有不少人前去求婚呢 从前就没指望 如今啊 就更没指望 走吧 浩岚 下去吧 诺 浩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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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你啊 看什么呢 我刚才看见 好像外面有人窥探 什么都没有 浩岚 浩岚 我说过了 周车劳顿实在辛苦 我要睡了 太子请回 浩岚 我知道你生气了 对不起 是我考虑不周 不该让他们来爱你的眼 但这件事情 我可以解释 先把门打开 浩岚 殿下请回 浩岚 浩岚 那么多年没见了 他还和从前一样吗 您说谁 那么艰苦的环境 八年 他肯定沧桑了 老了 你说现在 他们在干什么呢 别人什么样子用不着你管 下去 你来干什么 不是和那帮大臣们商议朝中大事呢吗 我若不来 还不知你竟敢在桑期内饮酒 我乐意 我乐意 最近我刚刚知道 难怪你整日里挑唆我们兄弟 原来不是为了做大秦的王后 而是为了子处是吗 这些年 我派人四处查讽 辗转得到了一张赵国公主的画像 我才知道 原来我娶的妻子 是赵国的公主 对 我是赵国公主 可我现在 什么也不是了 父母的宠爱 异国公主的身份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 我爱子处 为了爱他 我可以什么都不顾 我来到秦国做你的妻子 就是为了爱他 哪怕过去八年 我依然那么爱他 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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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说说 你爱子处什么 我爱他 风度翩翩 丝闻如雅 不像你 一个只会五刀弄剑的莽夫 一个残忍是杀的疯子 每天不是和部将们在一起 没日没夜地练武 就是和大臣们在一起 拼了命地夺权 你懂什么叫风度 真是个傻姑娘 难怪你会一无所有 你口口声声地说爱他 却一点都不了解他 我了解他 你了解他 我当然了解他 你当然了解他 你以为 他披着一张羊皮 就是只羊了吗 别忘了 他是秦国人 他身体里 流着跟我一样坚毅残忍的血 充满了掌控欲 占有欲 他是个天生的狩猎者 而你 你够美丽 够傲慢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 都应该爱你 都该跪在你的脚下求你 可你偏偏遇上了一个 不那么顺你意的子处 你就立刻爱上了他 为了他 不惜舍家去国 舍弃所有的一切 可当你发现这一切 都没有了的时候 你就把全部的怨恨 全记在子处身上 可你却不知道 子处的眼里面 只会盯着他自己的目标 根本就没有你 胡说 你爱他什么你真的知道吗 口口口声声地在我面前说爱他 别忘了 你是我的女人 一个天天跟我躺在一起的女儿 心里面就想着别的男人 痛哭流涕 悔恨地跪倒在你的脚下 你太天真了 有的时候 我真的很同情你 却又忍不住地想欺负你 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你真的太傻了吧 傻的 傻的 有点可爱 这是要去哪儿啊 不巧 我要入宫 你给儿子来吧 是要去见太子傅吗 我当是流言 竟然是真的 什么流言 咱们在一起八年了 谈的都是公事 好像 很少在一起喝酒啊 心的是丧妻 谁看见了 这是雍酒 唇香甘润 韵味悠长 当年秦木工大获全胜 投酒鱼何以为师 用的就是这种酒 今年新起的 专门拿过来给你的 我问你 谁穿的流言 回答我 尝尝 我要是你就坐下来好好喝酒 吕不韦 我是为你好 我不懂你的意思 论功呢 你们是君臣 以下犯上 大不敬 论思呢 你们是挚友 更是兄弟 怎么 这么简单的道理 还要我教你啊 你不明白 不明白你告诉我呀 因为那一切本该属于我 现在不是了 吕不韦 你听清楚了 现在不是了 我失去的一切 总有一天 会亲手夺回来 你失去 你失去 你失去那点儿算什么 我八岁就随着父亲四处奔波 十二岁卖身为奴 二十多岁守寡 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宣侯府 照顾着上千人的商队 再说我那妹妹 入宫之前 她躲在被子里哭了一宿 结果第二天呢 她拉着我的手说 她不怕了 她要努力地在宫里站稳脚 让我们再也不过苦日子 人活着呀 总有一些是舍不得的 但又能怎么办呢 不都舍得了 要想活下去 就得向前看 说得对呀 可是人和人不一样 你呀 就是太霸道 不允许一点点事情 超出你的控制范围 得大的时候呢 不懂真心 拼命地想抓住 拼命地想挽回 但是我呢 我就是放不下你 答应我 别去了 就算为了你自己 你醉了 回去吧 回去吧 这位姑 这位客官 您里边请 您里边请 里边请 一壶水 一碗姑米饭 再加两碟小菜 好嘞 您稍等啊 你听说了吗 白将军在赵国边境 又胜了一场 斩敌两千 白仲 除了他还有谁啊 当年啊 武安军拒绝出战邯郸 被贬为事务 牵出咸阳 还以为 这白家彻底完了呢 没想到 这白少将军此成复役 又是一名猛将 白少将军 真不错啊 白少将军 是啊 你是从哪个穷乡屁上来的 你连白将军都不知道 那可是战神 武安军的儿子 真正的文武双全 智谋过人 当年的邯郸之战 还是他出谋划策的呢 邯郸之战 可不是 虽然战败了 可那赵魏联军 追到坟城以后 照样被打的 一蹶不振 就是 住口 动不动就徒降 白家全部是好东西 这 这人怎么能吃 别理他 喝茶 喝茶 就是客官 您点的菜还没吃呢 不吃了 报名 殷小春 燕 什么 不是秦贵人 连燕都不知道 你们干什么 凡是秦国户籍 都有燕在身 你们有凭证 极有可能是个细组 我是随同太子父归秦的医师 你们可以去刑馆问问 我是医师啊 你们的军队 不是缺医师吗 百人里都找不到一个 留下他吧 去刑馆 确认一下他的身份 再领着他去办理户籍 哦 大秦女子 可以重丧养残 耕田织布 经商为伍 到了战时 兵役摇曳更不在话下 正因如此 女子才能享有私场 我如今 只是入军从医 又不是去前线打仗 为什么不行 除非 你们有意违背秦国律法 万来人到秦国 给田地免兵役 你还懂了医术 可以去开医馆啊 为什么要来从军呢 不过 白将军年少英豪 威武盖世 能做他的兵 的确光弱 杀人如马 毫无人性 根本就是个屠夫 这样的人 就该下皇权 将军答应了 你确认身份 去领你的军牌吧 真是个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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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事儿了 伤口帮你处理好了 回去按时服药就好 多谢殷医师 殷医师 想不到你年纪轻轻 医术如此高明 了不起 走 快点 快点走 快点 听说从赵国鲁来了不少美人 都是要送去咸阳城的女子 可怜哪 白将军好像特别痛恨赵人 听说每次攻城 除了略美 便不留下任何活口 略美是咸阳贵人们下的命令 至于杀人 这是国城 也是家恨 是吗 走水了 走水了 快来人哪 走水了 快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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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水了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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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离开这儿 愣着干什么呀 在他们发现之前 快点离开这儿 快随我离开 走 你干吗 来人哪 来人哪 进去看看 快 发生了何事 就是他 他突然跑进来 让我们逃跑 你想放跑俘虏吗 将军 小春不会这样干的 一定是误会 你把炭火 丢在了马厩的草垛上 故意吸引看守的注意 借机放他们跑 可惜人家不领情啊 将军 我哪有那么大胆量 敢纵火烧掉马厩 甚至私自放跑囚犯 我只是听到有人叫走水 所以 才想起来把他们放出来 你觉得我会信吗 早听闻秦律严苛 捉贼要拿脏 众目睽睽之下 你不能没有证据 便断我的罪吧 身为医师 擅离军杖便要受罚 吊起来 哇 是 呀 我去找你 你干什么啊 你干什么去了 我去见父王你知道的 胡说 我分明看见你跟他行礼 你还对他笑 子夕 你在我面前那么过分 到他那儿 怎么就变成小猫了 难道连你也被他迷住了 不可理喻 你 我比他长得美 比他出身高 比他有魄力 子处爱他 连你也围着他转 为什么 凭什么 我什么时候围着他转了 我亲眼看见的 那好 那我问你 如果我将你一人丢在敌国 领着孩子待八年 受尽天下人的讽刺与屈辱 你会怎样 你做梦 你瞧 我想如果换成是你的话 等不到我的死期 你早改家扒回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就算她是子处的女人 她的所作所为也值得我敬佩 明白了吗 现在倒是我不明白了 你到底在气什么呀 我告诉你 你若是死了 我不出三天 我就改家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这辈子 你会牢牢地跟我绑在一起 怎么回事啊 好好一个人 这种日理清中 谁能受得了 公子复这两个月 基本都吃不下东西 多嘴 去 请医师 诺 慢着 这么点事就要请医师 穿洋出去 别人便要说我交失成性 受不了半点手下的苦 不要去了 那从今天开始 你可要好好吃饭 有一顿吃不好 我就惯了 你 燕人与赵国刚定了友好补约 转眼间又发兵进宫 我看他们是忘了当年的教训 以为赵状者皆战死长平 孤儿尚未长成 便可轻易欺辱 以我对赵王和廉坡的了解 此沾烟必不合胜 太子 听说太子和太子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宫中窃窃私语 吕大人 我们也没说什么呀 对 我们什么也没说 说实话我就放了你 否则一棒罪论处 吕大人 我们真的没说什么 太子天下一连三日进不了雍门宫 也见不了太子父 我们实在是 随口一说 随口一说 别让我再见到你们焦头锦儿 否则割了你们的舌头 是是是 滚 是 这是什么 这是太子父亲手为您准备 专程送给您的见面礼 罗上竟尚了所绣 瞧着这绣活 构图严谨 栩栩如生 调字又轻薄 待盛下的时候穿在身上 衣媚飘飘 宛若仙人 王后您可不知道 太子父的母亲 是楚国的王室 这王室祖传的绣法 更是天下难寻 四罗 你从小在咸阳长大 从未见过王室秀吧 画虎画皮难画骨 你竟敢欺骗我 这所有事情才发现 请院订阅 让 HU 妈